再来看到台湾今天的最新疫情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宣布 新增加了15例的境外移入个案 没有本土个案 指挥官陈时中表示 其中有三期的群聚感染 而台湾截至到今天 已经有267期的确诊病例 不过他也宣布 新增加一名患者解除隔离 而在确诊病例当中 已经有30个人康复出院 那今天我们要宣布 我们有新增的15例 15例的境外移入的案例 宣布台湾新增15例 境外移入案例 确诊个案的发现管道 在机场就拦截裁检的有9人 居家检疫的有5人 自主健康管理的有1人 台湾至今确诊个案总计有267人 此外陈时中也宣布 有新增1人解隔离 那我们今天有一例 是我们的解隔离 我们现在总共有267位确诊 30位解隔离 不过新增的15案 有3个案例属于群聚感染 其中案254和案218 是同样赴美就学的友人 案257及案258 是赴英国就学的同校学生 另外案264和案267 是因工作赴英国的一对夫妇 大家看到现在等于是境外移住的案件 相对主要 但随着入境的人相对的减低 这个风险也会降低 那不过 它仍然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陈时中说除了在边境上面的管制裁剪很重要 他还特别强调居家检疫这第二条防线虽然相对辛苦一些 但防疫抗疫要成功 要防疫第一线 疫调人员及国人配合 新唐人亚太电视高建伦黄雁玲 台湾台北报道